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 Raymond 懂得如何操作設備讓你烹調四半功倍 今天為大家介紹一台市場上CP值最高 自動清洗功能簡易操作 Fargo AVENCE PLUS 六盤電力型萬能燈烤箱 你可以看到外觀是由不鏽鋼幾雙層隔熱玻璃打造 長90公分 寬87公分 高85公分 最大功率10.2kW 雙層隔熱玻璃可以看到我們實在在烹飪的過程 轉法式的開門設計 左開右開都可以 無鏽鋼打造的內槍 層架在擬清潔時方便處理 可拆式層架 讓你在細微的髒污都能處理掉 正反轉的風扇使我們的爐槍溫度 可以到達一致 四點偵測的探針 精準確保我們食材的溫度 水潭式水箱在你食材需要補水的時候 不用再配置器把水搬過來 接下來為各位介紹如何使用蒸烤箱 可以看到左邊黑色的面板 紅色的按鍵的話就是我們的關機跟停止鍵 貼色的一就是我們的開機鍵 把一打開之後會挑到一個 我們所謂的在操作的模式 我們的模式有吃炸走 蒸烤 烹烤 回溫烹調 蒸煮模式 我們可以依照我們食材的特性去調整我們想要烹調的模式 模式選好之後我們可以來調整說我們想要的濕度 溫度 時間 或者是你想要用探針來進行烹調 在烹調中呢 我們也可以使用濕度調節 增加爐槍裡面的濕度 跟調整風扇 來控制我們今天食材所要呈現出來的效果 原廠還有內建食譜 可供我們在操作上的選擇 或者是你今天想要編輯自己想要的食譜也可以 那編輯食譜呢 我們就是 輸入我們今天想要烹調的東西 如果今天想烹調壓 我們把名稱輸入進去之後按OK 可以選擇在兩隻腳的圖案裡面 那我們就可以來設定說 我們今天要從哪一個步驟開始做起 我今天先從 增 只要10分鐘 下一步 好 180度 30分鐘 第三步 230度 2分鐘 那我們如果把所有的設定都輸入好之後 可以按一個儲存鍵 它會跳出來說你食譜要儲存 按OK之後 我們可以來這邊 看看我們剛剛 輸入進去的食譜 我們只要把東西放進去之後 按開始它就會自動幫我們的封條 接下來為各位介紹如何操作自動清洗功能 我們可以按下Menu鍵 選擇清洗 讓它會跳出五種不同的程序讓你選擇 可以依照我們如槍類的張物程度 來做你想要的程序 第一個半自動清洗 第二個清水清洗 下面是我們的日常清洗 有分清度 中度 強烈 那我們只要把按鍵按下去之後 它會跳出 正在進行中 按下完再開始鍵 它就會開始清潔了